只要掌握对的方法 做环保不止身体会变好 连心态也不会变老 来看到在台中太平区的长安环保站 有两位高龄的职工 一位92岁 另外一位也75岁了 而且平常两个人都是独居 不过到环保站来付出 就像来到一个大家庭一样 职工们会彼此关心 因此生活是变得欢喜自在 高龄92岁的徐李秀 骑着电动车 缓缓来到太平常安环保站 他身子骨硬朗 目前独居 每天都来环保站 看看他做环保的动作 十分俐落 我就生人卡手筋了 我没收拾 我心疯了 永远无聊 来这里做 比较有胖 75岁的陈女士 同样一个忍住 她是刺激照顾户 先生因病往生两年多 人生最苦最难熬的阶段 刺激人都在 走过生命幽谷 用感恩心过生活 平日最爱看上人书籍 最喜欢天天来环保站投入 我每天都来这里做 我当时都很欢迎 我们人家做很不愤怒 我们这边是 好像一个大家庭嘛 他们好像来这里 都没有烦恼了 在家里是一个人 这就是上年讲的 这好像这是 清安居一样 老年生活不孤单 付出的发洗 让身心情安自在 大新闻 黄子林旺光辉台中报道